禮營會 上天幼兒園 歡迎你 大家好 我是禮營會順天幼兒園 李素貞校長 來到順天 我已經是第15年做校長 順天幼兒園是一間長全日制的幼兒園 最早8時就開始 晚上6時才可以放學 課程理念是 顧及小朋友的得智、體、群、美、靈 這六大元素 我們希望在學校裡 除了照顧外 還有照顧與教育並重的一間學校 也會加插一些繪本專題 和科探的元素 都參加了賽馬會 一個最有趣的計劃 當中我們的老師 加上我 都進行了一些科探的培訓 我們都很明白 其實未來的世紀 都應該在科學 或者科探裡 都很著重培育 所以我都希望透過這個科探活動 讓小朋友可以有些解難和合作 讓小朋友親身在生活中找到一些難題 或者在生活中裡面發現了一些小點子 如何可以用到科學的元素去做一些創設 當然在過程中 我們很著重看到小朋友 互相之間的合作 和自己的解難 過程是更重要的結果 這次不行 希望在過程中 讓他們慢慢發現 從做中學裡 得到自己的結果 當我們發現問題的時候 要問小朋友 我們怎樣解決 小朋友第一個回應就是 找老師幫忙 找姐姐幫忙 或者找爸爸媽媽幫忙 就可以了 其實我們希望帶出 讓小朋友知道 小朋友都有能力可以自己解決 不一定事事都要成人幫忙 其實在過程中 都發現小朋友多了很多探索 我們都會給多次小朋友探索的機會 例如我們會叫小朋友 找一些資料回來 我們老師會準備一些資料 讓小朋友探索 他們就會發現不同的物料 其實有不同的特質 或者不同的工具 都有它的特性 我們怎樣選取它 看到小朋友 其實在過程中 做了很多 尤其是他們都自信了很多 因為他們要在別人面前 去批評 其實我看到他們的溝通能力 都增加了很多 很慶幸 我們自己都參加過 申請過一些優質教育基金 去請了導師回來 去跟我們老師做一些培訓 令到我們藝術活動 都可以透過繪本 怎樣做一個小點子 然後讓小朋友在藝術活動 可以發揮到創意 和可以跳出原有的框框 這是神奇新宿棒 可以勾高技 還有可以勾軟的東西 我們希望透過一些繪本 或者去認識不同的藝術家 讓小朋友引發多些創意 多些思考 令到他們的畫作不會一模一樣 是可以更讓人看到 他們有獨特之處 基於學校是一間長存的幼兒學校 所以本身都已經有一個廚房 去讓我們可以準備不同的餐點 給小朋友在日間裡的享用 我們自己都聘用了有廚師依依 預備一天裡的四餐 包括早餐、水果、午餐和茶點 兒子、旭橋今年讀KV 另外他們有很多不同的課程 例如出去玩 給他們探索很多不同香港的市民 例如去郵局 他們會帶他們去山頂 還會鼓勵他們去訪問外國人 我小朋友每天放學回來 都說很開心 今天老師帶我們去哪裡玩 他都會說很多學校學到的東西 給我們聽 我都很開心令他們快樂成長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